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正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等一下要上飞机了 所以离开美国前我想说几句 我发现从美国市区 如果你自己坐当地的地铁来肯尼迪国际机场 耗时还是蛮长的 因为我今天 我原来以为我应该是做足了功课 但是我发现 就是在换地铁的时候 它有的站是不可能换的 我以为可以 所以我就来来回回坐了两次 然后在路上相当于我多花了30分钟左右 然后呢 我觉得在肯尼迪国际机场 是我这几十年旅行当中 过安检花时间最长的一次 我觉得今天花了大概45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光是安检排队 它就是蛇行的 人非常非常多 然后开这个门非常少 所以大家一定注意 如果你来美国纽约 如果你坐飞机的话 一定要提前很多时间 我今天其实我从离开住处到起飞的时间差不多五个小时 然后呢 我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肯尼迪国际机场 然后呢 从那个AirTrain 也就是从当地的地铁到机场 它又有一段火车 下这个火车之后呢 到检完安检 到安检完 花了一个小时 也就是我在路上今天花了三个多小时 现在我刚刚安顿下来 到飞机起飞 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所以呢 时间其实我虽然提前差不多五个小时 但是我觉得时间刚刚好 所以呢 我提醒各位 如果来纽约 从纽约JFK就是肯尼迪国际机场 坐飞机离开的话 一定要提前至少四个多到五个小时啊 有的华人或是在这里的中国人呢 也就是咱们频道的粉丝 说要不要送我那个玩具了 因为我觉得像这种事情 我也不应该再麻烦他们 所以我就说我自己坐地铁 因为我现在旅行 我已经学得精了啊 至少呢 在中国大陆之外是这样 现在呢 凡是你带那个行李箱的 就除了手提行李之外 你那个大的行李箱 如果你带着的话 一般会多花很多的钱 所以我现在呢 一般都是带手提行李 上飞机直接就这样 这是我 这次连那个巴西啊 还有连纽约一起 我出来大概差不多五个礼拜吧 我就带了一个手提箱 我觉得这样已经够了 因为平时呢 我穿的衣服呢 就是来来回回 就是在外出的话 就是三四件 我觉得不用太多 而且现在是夏天的时候 还没有到冬天 所以要带的衣服其实不多 我觉得完全可以啊 就是带一个小小的手提行李上飞机 然后带一个我的电脑包 这样非常地轻松 所以我出门 我觉得坐地铁就可以了 我也没有打低 因为我觉得出门呢 对我来说啊 能省就省吧 而且我现在还能够走路的时候 没必要打那个低啊 在纽约或者在美国打低 有这样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变态的啊 除了打低的那个车子之外 还要另外花大概百分之二十这个小费 这就是美国抢钱的地方啊 跟那个去美国的餐馆吃饭一样 现在一般啊 最少要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五这个小费 所以一般来说平时呢 就是平均来说给百分之二十的小费吧 你想想看 如果你吃饭是五十美元 那你一个人五十美元 给百分之二十的小费 那全部的开支相当于六十美元了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一笔开支 所以呢 即使美国人也对此呢 深恶痛绝 我作为从德国过来的人 虽然德国也有小费 但是德国呢 是相当于凑一个整数 比如说如果你消费是 咱们说一个例子吧 三十八欧元 那么你给四十欧元就可以了 也就是你给了两欧元小费 不像美国这里那么变态 如果在德国比如说是九十五欧元 那你就给一百欧元就可以了 或者有的人九十八欧元 他也是给一百欧元 一般来说在德国呢 这小费我觉得还是在 这个范围内吧 就能够承受 在德国呢 还有你去理发呀 还有打地呀 也是要给小费 但是跟美国小费比起来 真的是小无间大 我美国这事真的是太变态了 所以呢这是我特别吐槽美国的地方 另外呢 我发现美国这里比如说地铁的 还有这里机场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服务特别特别的差 他们态度很差 这是我见过的 我认为是服务态度最差的 在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 没见到特别好的 就是说了说去 可能这里人太多了吧 好多人想来美国 想来纽约 来旅游可能吧 所以他们也烦了 这是我的印象啊 我今天做的是新加坡航空的 我原来不知道 从美国的纽约 有直飞 那个法兰克福 这个新加坡航空也有航线 我以为呢 只是德国的航线 哪知道新加坡也有 我做了 但是我做的是最便宜的economy 就是经济舱啊 不知道里面怎么样 原来好像我做过一次新加坡的 服务还可以 那今天到时如果是 我觉得有必要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所以我就说 在上飞机之前呢 我再录一段 这是我的感受 总体来说 这次呢 我来美国是离上次呢 大概四年了 总体来说 我觉得纽约给我的印象 比四年前更差 就是街上我认为啊 就是比四年前更脏了 另外呢 我在前面说过物价真的很高 特别是超市的物价 大概涨了一倍左右 然后呢我去费城 给我的感觉特别不好 对我来说是一种很负面的震撼 真的就是那里的人 就好像这个美国政府忘记了这些人一样 对他们来说 对这政府来说 这些人呢是可有可无的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价值 也就是他们这些人可能就是自生自灭了 那么如果是有的 比如说某公众人物台湾的那个龙印台 说了 要看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 就要看底层人 就要看底层人 他们生活的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尊严 那么 这句话我也送给龙印台 那像美国那个美国费城的 还有美国的旧金山的 美国的什么洛杉矶的等等等等吧 那这些底层人有没有尊严呢 那么这些底层人有没有尊严呢 我想龙印台看了 如果能够看我的那个频道的话 那个节目呢 应该自己有答案吧 对不对 所以 我来到美国看到之后呢 我觉得 很多 中国公知说的话 包括这个龙印台 真的是特大的讽刺啊 好 这就是我这次来美国 我觉得 给我的感受 然后呢 我这次来 还录了很多的素材 今后呢 我想我做美国的一些 与美国有关的节目的时候呢 我可以使用这些素材 所以我觉得这次呢 来到美国 还是比较值得的 那么今后 我还会不会来美国 现在我真的不好说 目前来讲 我没有这个动力了 因为美国 我觉得我已经来过很多次 也已经够了 我可以去其他国家 那么下次呢 我想 我特别想去印度 去那里体验一下 那个最大的民主国家 那里到底 他们的民主 有什么好处 这是我特别喜欢 对比的啊 因为我在世界上 很多的民主国家 我都旅游过 有最 可以说最落后的 非洲一些国家 或者是南美洲一些国家 相对的说 是比较落后 又比较治安 比较乱 然后呢 所谓的地发达的国家 美国 我也来得过 来过很多次 所以呢 我对这 所谓的民主呢 有另外的理解了 好 这次我就 这样说一说 我的感受吧 那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德国见面 然后呢 马上我就 马不停蹄的 回到中国 我大概是 台湾的双十节 那天呢 我回到我们中国大陆 那我们在德国见面 然后马上就在 中国大陆见面了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期见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